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左手拿着一个芒果 它非常的光滑 色泽也非常的好看 对不对 但是我右手非常的干扁 它是一个葡萄干 折折皱皱巴巴的 失去了水分 也没有任何光泽 我拿它们两个 我想比作是个什么呢 哎呀 智姐 考我呢 我考考你啊 它是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它急性慢性出现衰竭的一个过程 姐 我知道 一看就是皮肤 你看 一个水汪汪的 如二十的我 一个葡萄干 哎哟 如二十的我 哎呀 笑语啊 你这种比方呢 倒是很形象 但实际上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器官 能从这样萎缩成这样 这么厉害呢 咱们今天呢 请出了咱们的专家啊 专家老师给咱们解答一下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作合嘉宾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血液进化科的主任医师曹宁 欢迎曹主任 阿滋 小鱼 电视前的观众大家好 本期特要嘉宾曹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血液进化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全军血液进化治疗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全军血液进化设备治疗安全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分会委员 辽宁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 好的 那我们还是欢迎曹主任 曹主任 这个器官到底是什么 曹主任 需要您再给我们一个提示 这个器官每个人都有两个 还有和我们的生活生命是息息相关的 是一个排泄器官 一说排泄器官我知道 那肯定是肾脏啊 有俩 确实就是我们的肾脏 它在人体里湿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因为我们肾脏呢 相当于拳头大小 就是十乘十一的长 十厘米左右的宽 还有一个呢 强后镜呢应该三到四左右 那么确实和这芒果还是挺像的 但是他委属以后也不会到不走杆那样 它其实还是差距 这个比喻还是不太贴切的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主任您看这个肾损伤 加了急性这两个字 咱们顾名思义 这肯定是个非常有速度 非常紧急 非常要命 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很想了解一下 咱们从这个健康的肾 如果一个患者 它变成了一个萎缩的肾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这个病程需要多长时间呢 那好啊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急性肾损伤呢 就肾脏的功能啊 它的功能 代谢功能排泄功能 在什么短期内 几个小时到几天 几天呢 七天啊 我们七天之内 它就出现了变化 引起了我们人体 一系列的这个变化 这就叫急性肾损伤 那么慢性肾损伤 也就是说慢性肾脏病 慢性肾脏病呢 是病程大于啥个月了 我们就叫它慢性肾脏病 但是就是说慢性肾脏病 肾脏确实是逐渐的变小的啊 肾小球的硬化 肾肩脂的线维化 使肾脏的体积变小了 但是它的进程啊 就是说变小 这个进程是很漫长的时间 也可能几年 也可能十几年 这跟疾病的进展有关 跟不同的疾病也是有关的啊 那曹主任 在您的科室当中 如果在您面前站着两位患者 一位是急性 一位是慢性 您认为哪一个会更重一些呢 急性和慢性 哪一个更重一些 其实不是因为它急和慢重 但是我会特别关注这个急性的 为什么呢 要命是吗 不 急性肾脏伤它是可逆的 你要是治疗好了 它就会完全的治愈 会好的 慢性呢 它可能有并发症很急 那我们处理并发症 但是这个慢性肾脏病 肯定是不能治愈的 我们只能是延缓它的一个病程 所以对于急性肾脏伤 我们一定要关注啊 因为急性肾脏伤 二十一世纪和上一个世纪相比 增加了市倍啊 这是国际上来说 那市倍的增加 说明急性肾脏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但是确实也是 它的诊断率也不是很高啊 有些在尤其是这个发展中国家 往往给它什么 遗漏了 还有一些老年人 老年人的急性肾脏伤 往往被忽略了 老年人就六十岁以上老年人 发生急性肾脏伤 在哪发生事 不是在医院发生事 就你在家日常生活中 你发生急性肾脏伤的 是比中青年人高三到八倍的 所以我们要关注急性肾脏伤 我明白了主任 这个急性肾脏伤 咱们是可以提前发现的 那我想知道 这个病这么可怕 咱们一般人想发现它 有没有什么周丝马迹 咱们现在可以学一学的 那么我们来说 就是急性肾脏伤 我们怎么能发现它 就是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尿量 如果这个人正常 平时正常尿量都很好 忽然这两天尿少了 一定要关注 是不是急性肾脏伤 这一点是最好发现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它有一些非特异的症状 忽然就不爱吃东西了 然后就没劲了 然后出现浮肿了 还有的人忽然就 呼吸困难了 再有些人更重要的 出现神经系统症 昏迷了 抽搐了 意想不到的 那么这时候 一定要注意查一查 神功 那有可能就是急性肾脏伤 包括有些人 急性肾脏伤 这个人泡沫弹了 血腥泡沫弹了 实际是因为急性肾脏伤 引起的我们心脏 这些改变 这些特征会伴随着同时的 也有 对 这回我明白了 原来我们的肾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筛子 它可以帮我们过滤尿液 但是如果它变成一块大石头 不能过滤尿液的话 那水去哪儿啊 肺里 心脏里 那急性心衰的症状 马上就会显现出来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主任 确实像我刚才讲了 因为急性肾脏伤 没有它特异的东西 除了尿量减少 那么它影响到心脏 那就引起心衰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 还有我们肺水肿 胸腔疾液 往往急性肾脏伤 如果没有及时被发现 这些症状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也提早的一个发现 我们才能挽救肾脏 曹主任 这个急性一般都会到慢性 还说它直接会很致命 急性肾脏伤 有些病人是可以致命的 比如说我说这个人 出现急性的心衰了 那急性肾脏伤 就会致命 然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抽搐了 频繁地抽搐 也可以致命的 但是它如果 慢慢地治疗 预厚有两种 第一个治好了 第二个没治好 那么这些东西就治好了 那我们就 彻底好了 彻底好了 但是你没治好 阳悟了 那就进入慢性了 进入慢性了 那最终它的结局 那共同的结局 就是跟慢性肾脏伤一样 就进入尿毒症了 主任 咱什么阶段发现这个病号 是出现这个症状 出现症状 就这个急性肾脏伤上 那么发现越早 治疗越早 那么治疗越对症 那么它治疗的效果也是越好的 一般就赶紧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做一些检查 到一个专业 专科医生会很快的 尤其现在 你查一个肾脏伤 很快的就把这个问题出来了 但是还有一点 我们平时体检的时候 一定要查肾脏伤 你也要知道 你平常的肾脏伤是多少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擦肾脏伤在正常范围内 那是我们人的正常范围内 而不是你的正常范围内 因为你可能原来的基础肌肝就比较低 比如说肌肉量少的人就比较低 所以我觉得体检的时候 一定自己知道你平时的肌肝水平 要根据自己以往的来核瘾 对 电视机前的圈友们听清楚了吗 每个人的肌肝水平都不一样 要根据以往的检查数据进行衡量 所以圈友们体检时 一定要做肾功能的检查 那我们都需要做哪些肾功能检查呢 急性肾损伤又要如何治疗呢 电视机前的圈友们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血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谈喘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原时生活全品的有机商城 遵选全国3000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 检测为零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洗肥粉 好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血液进化科的主任医师曹宁 曹主任您的出诊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周氏在省河院区门诊出诊周氏的上午 平时的时间也可以大家可以到病房一号楼三楼 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关于肾脏病治疗的一些方法里面 那曹主任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心脏上的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还有哪些症状会迷惑我们认为 只是这个脏器问题根本跟肾没有关系 确实我们在临床上确实遇到这样的病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消化科 我胃不舒服啊 我最近怎么恶心吐呢 上消化科了 查来查去 胃镜都做完了 最后查个基干吧 基干一千多 确实这个肾脏的损害之后 很多脏器都会受累 包括我们刚才说了啊 我们可以引起我们肺水肿啊 心衰啊 还有一个抽搐 大家想啊 家里人抽搐了 第一个想的什么 我肯定是脑穴管疾病 我像神经内科啊 或者神经外科 没有到肾脏科 但之后查完肾膏之后发现 其实是肾脏的原因引起了它 其实在很多的消化科 会有我们经常给我打电话 昨天我们来了一个你们家的病人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迷惑了我们 因为是以消化道尊重为主而来的 就诊的 它经常会走错 可是走到消化 走到神内神外 实际上很多会遗漏下来 到咱们的 对 曹主任 这个急性肾嘴伤 有的人七天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需要透析了 就连换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那这个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 给一些提示 这个原因咱们是真没想到啊 都是一些爱美的结果 这个急性肾损伤和爱美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曹主任您看看 其实吧 急性肾损伤 这个染发呀化妆品呢 会人血肾脏的损伤 但是急性肾损伤发病率 这些还不是很多的 但我在临床上确实看到了一例病人 也是其实很心痛的一个病人 他是啥 当年大学还没毕业呢 家境特别好 然后呢 其实当时这个小女孩青春期 肯定都是喜欢漂亮嘛 然后呢就有一个人给他家呢 就送了一些珍珠美颜的这个东西 它是口服的 他就吃了 当时青春都是啥的 吃完这碗确实是变好 但是最后一查 肌肝高了 引起了肾脏的一个损伤 他当时肯定最开始是急性的损伤 但是因为忽略了 当年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延迟 最后发展了慢性肾脏病 最后偷袭了 听完曹主任讲解之后 我本来是要去染发的 但是我一定不染了 但是这个化妆品曹主任您说 怎么能拒绝呀 其实我确实在化妆品引起急性肾脏 或者肾脏改变并不是很多 一定要什么 我们专业的这些化妆品 不会引起我们太多的 它是吃了一些什么 杂气杂巴的 口服的了 从我们从很多东西来讲 它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 化妆品也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吃了这种 要你更美丽的东西 它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其实引起急性顺水症 最主要的我们要什么 药物 这才是我们最要关注的 那么我们正常吃的药物 你看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冠心病啊 这些藏医病都吃药物 它会不会引起急性肾脏 它会引起 但是比例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都是医生下的医组 最怕的是我们吃的什么 保健品 尤其还是没有什么 正规批号的保健品 不适合你的保健品 再有一些我们有渗毒性的一些药物 还有中药 我们其实我们中药有很多很多好的方面 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并不是纯正的中医 给你开的一些中药 我们一定也要小心 所以其实药物引起急性顺水症 在我们叫什么 社区性急性顺水症上 百分之十 总的来说都是些不正规的 对 偏方或者一些不正规的方 对了 说的太对了啊 就这种偏方啊 千万我们不要拒 是 好嘞 曹主任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到全有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确定 是不是急性肾损伤 有什么样的一些检查 其实在2012年 国际上就出台了 这个急性肾损伤的诊断标准 第一个是啥呢 就我们看肾工 肾工看肌肝 肌肝在18小时的时候 我们增加啊 增加在你原来基础上 增加了26.5微膜每层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危险了啊 是我们急性肾身上的 一个诊断标准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七天之内 我们看到七天 你的肌肝水平 和你的原来的基础值 比增加了1.5倍 就是你原来肌肝 你说我是100啊 忽然你变成150了 那你就是一个 急性肾身上的问题了 还有呢 就是我们尿量的问题啊 就是你尿量 正常人的尿量 大家知道 我们2000左右 那么2000左右 有什么概念 有些人可能说了 哎我来我来看一看 其实我们的空中间指评啊 这相当于五百 四个这些 我们就相当于2000 这才是我们正常人 一个尿量 24小时 但是如果你6个小时之内啊 你每小时都不够 0.5毫升 每公斤体重 那什么概念 就是你60公斤体重的病人 你在另一小时啊 发现你的尿量 还不足300啊 每小时不足30 才6 180 也就是我看看啊 180左右就是这些 哎你6个小时 还没有这么多尿量 你正常饮食状态下 正常喝水的情况 那你就是急性肾损伤的 一个尿量的一个标准了 那么我们就看了 我们从鸡肝的增高 从尿量的减少 那么我们就能够诊断了 急性肾损伤 对了曹主任 我想了解一下啊 咱们这个急性肾损伤 如果发生了 它是怎么治疗的 也是靠偷袭吗 其实急性肾损伤 第一个肾前性呢 比如你容量不足引起的 那我们要什么 我们叫扩容补液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 你把你的液体量补出来了 你的这个 倒肾脏的血液 血流够用了 那这个病 慢慢一下就好了 不能说一下 可能两下三下 这快 几天 它可能就恢复了 那你是肾性的 那我们需要 对肾炎的一些治疗 还有药物性的 那么你这种来讲 第一个一定要把对你肾脏 损伤这个药物 毒物啊 包括保健品啊 一些中药啊 赶紧就停 赶紧停 赶紧就停了 然后这些看怎么样 如果它能慢慢恢复 那就行 它不能恢复 马上就进入什么 透析 那我们可以是床旁透析 我们叫CRT 那经过了这个 我们的叫CRT啊 和透析啊 身替代治疗之后 这种就痊愈了 那么肾后性呢 就刚才您说那种 那我们就是啊 我们面脑外壳就出现了 我们做什么 把这节食啊 耿锁的给解决了 包括有肿周压迫的 我们把塑尿管 用什么支架 给支起来了 它尿排出去来了 包括前列腺的问题 把这耿锁解决了 它也就解决了 所以说来讲 这些都可以通过 我们中和治疗 绝大部分的急性肾脏伤 它是可以治愈的 但是你得发现它呀 你得诊断出来 你才能治疗好 你不要延误 延误了之后 你就变成脉性了 这就是很可怕 可惜了 可惜对 特别可惜 因为急性肾脏伤 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病 明明能治好 对 所以你一定要想 在于预防 不该吃的药 千万不要吃 一定要是正规的厨房 好的 听到了曹主任的讲解 相信大家对急性肾脏伤 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当然了 电视机前的圈友 如果您对急性肾脏伤 有任何疑问 欢迎拨打两个电话 024-2318-606 向我们来咨询 节目的精彩资讯 也可以下载 北斗荣媒客户端来观看 或者是关注 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为我们来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 为您答疑解过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研督呼吸病医院 共同当造 任何呼吸呼应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爸爸给我们钱 可以去买东西了 爸爸不去吗 爸爸工作忙 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敢拼敢闯 你们向善向美 你们自立自强 你们心中有梦 你们眼里有光 奋战新时代聊生战役的战场 你们乘风破浪 你们斗志昂扬 确保守战告捷 竟现金国担当 假吻一炉火 国盛伴碧天 春风如霓 亦亦芳华 辽宁省复联 祝全省妇女姐妹 节日快乐 幸福安康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朋友圈节目 健康你我他福袋送大家 咳嗽胸闷气短喘息 多谈的铁粉们注意了 下面这个福袋 你可千万别错过 原价636元的体检套餐 仅称198元 套餐包含肺孔能检查 肺部DR 肺部CT等呼吸专科精准检查 现在打电话报名 不但每天举线前十个名额 如果圈友们对健康养生的内容 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不打电话 0号42318605 或者是在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上 向我们来留言 里边有千美主任医师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再次感谢曹主任 做客健康朋友圈 给我们进行科普 节目的最后呢 曹主任您还有哪些 想要叮嘱咱们 电视机前的圈友们的吗 那么急性肾肾伤 是个可逆的疾病 最重要的在于预防 我们预防急性顺势伤 那么我们一定要远离什么 远离我们不正确的中药 远离我们有毒的药物 远离不健康的保健品 谢谢大家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健康就到圈里来 明天晚上20点20分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接下来请收看 东北最接地气的 相亲节目